用功 那么由此可止 理词四词 我们用不着去计较 最重要的老实念 四中有理 理中有四 理四圆融的 这个道理要懂 不要分别 分别 不知不觉呢 理面就生障碍 纵然 能念到一心 能往生净土 也障碍品味 这肯定的 我们先讲四词 文说念佛法门 听到了 这个词最平常 我们听说的 念佛法门 可以横朝三界 横朝在前面跟诸位说了 不是树朝啊 树朝难啊 就在人道里面 就移民到极乐世界了 到极乐世界还是人道 凡圣通知土 最方便了 代夜往生 底下的两句最重要了 深信不疑 夜心心念 明天 有点 明天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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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